我国先后向150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 提供了大量的口罩、防护服、呼吸机、检测设备等防疫抗疫物资 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医疗专家组 向1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1亿剂疫苗 帮助其他国家提高疫情防控和应急的救治能力 中国的援助也是在帮助国际社会尽快的克服疫情 恢复正常的次序 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我们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交往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抗疫援助力度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中国的贡献 谢谢 谢谢